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5日 已經是 星期二 星期二 香港人 上深圳 游多了 而上深圳之後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花錢的人 一定是少了 最新的北上入境處的數字 7月份 超過580萬人次 北上 這個數字是包括澳門的 平均每日有19萬人次 以上 而訪港的大陸客 每日平均只有9萬6千人 即是說 香港 每日 上大陸的人 比大陸下來的人多一倍 大家想一下 這樣怎麼辦 中國是有 14億人口 香港是700多萬 中國比香港多200倍 結果我們上大陸花錢 比他多下來 大家想一下 香港 一來跑了那麼多人 第二 大陸經濟很蕭條 這兩位強烈對比 好了 無論在疫前或是日後 香港人也很喜歡回大陸打骨 在19年之前 我也經常回到大陸一次 主要是因為上面有些生意 順便就去打骨 你上去上面談生意 吃飯 一定會打骨 上面的消費的確是比香港便宜 當然 好貴也有 之前我們跟大家說過 東方園 那時候 我自己就不捨得去了 甚麼都沒有 好 只打骨 三個人 5,700元 平均1900元一個 價錢真的很離譜 所以他說 沒有甚麼香港人來 當時的打骨妹說 因為香港人消費不起那麼貴 我那時候不知道 人家聘請的 好了 如果我自己去的話 一定不捨得 我們繼續說 既然香港那麼多人上了大陸 那麼香港就少了很多人了 沒錯 每天少了19萬 你當是20萬 那麼多人走了上大陸 那麼你想想 香港花錢的人是不是少了呢 這群人上去深圳 不會是不花錢的 每個人都要花錢才上去 如果不是 你來回時間 車費 各方面也要喝喝吃吃 所以 沒有了20萬消費人口每天 大家想想多大事 好了 上面有客人 還要排隊 香港人等幾個小時 都要在上面 那麼香港怎麼辦 香港的獨骨Sonna 香港的夜店生意可以說是通關之後一落千丈 他們很多人說 收入只是夠給租 很多店鋪要結業 業界向傳媒表示 災情很嚴重 因為 香港申請牌照已經很難了 加上現在生意那麼難 所以香港 基本上是搞不定 而且香港樓價貴 地價貴 租金貴 你在大陸 一個水池可以很巨型 然後還有幾個水池 又有很多的濕蒸菌蒸火 香港 只是小小一間 即使我們有去過一些比較大的連鎖店 他們裏面的尺寸也是最多萬鬆尺 大陸動了幾萬尺 兩層三層 根本香港 香港的場地是不能跟大陸揮的 好了 價錢方面也一樣 在香港消費一次 什麼都沒有做 只要打 八九百一千元是跑不掉的 以東風中泉為例 在19年之前我們也有去 打骨的 香港 因為你回大陸麻煩 算了吧 累了就去打骨 平均是一千元左右一個人 什麼都沒有的 只是只要打骨而已 你還給300元貼士 在那裏當作吃餐蛋麵 真是吃了餐蛋麵 打到凌晨三四點就回家 通常都是一千元 平均 你想想 在大陸 如果你只打骨而已 五塊 四百多也有 地方又大又漂亮 所以 香港人 上去上面 就不捨得在香港小 好了 我們看到 中港通關以來 香港人的數字也很誇張 入境署 撇除機場 游來碼頭 7月份 香港居民經過水綠 管制站入境內地的583萬人次 比6月份 增加了61萬6千人 或者多了11% 星期六 更加是高峰期 暑假最後一個星期六 有超過26萬港人北上 其中羅湖 洛馬州和深圳灣 這個關口 都有20萬人 即使是上個星期六 九月二日 掛8日風球的時候 福田區的星河coco Park 到處都是香港人 看到那些相片都很誇張 到處都要排隊等吃 人流 基本上就等於有錢 有人的地方就有錢 你有客人來的就有消費 流港的消費力當然是大大削弱 香港的零售 餐飲也不行 按摩更加是死火 因為一向上大陸 打骨也比香港還便宜 而現在更加了 它上面消費一條龍 我實成不是香港打骨啦 是不是 相對於 大陸的打骨 骨牆大排長龍 在香港那些比較小規模的樓上按摩店 就沒有生意了 平日 只有幾個客人至十個客人 星期六日 沒有人來 因為每個人都回大陸了 這些是相對小規模的 並不是那些東方中全的大東西 他們的店舖開了一年 翻本沒多久 遇到通關 之後生意一落千獎 當時很多人開按摩店 打算有得賺 誰知道開了一年 很多都倒閉 疫情期間每個月營業額有6萬至7萬 現在每個月只剩3萬元 只是夠交租 基本上是白做的 面對身份減半 他們都說只能夠富富支撐 這些是比較小規模的 但是 但是 我聽朋友說 那些大的東西 例如東方中全那些 他們生意都大受打擊 因為 在香港花錢的 除了是一至五 那些做開金融 或者在香港本身有生意的老闆 或者要上班的白領 或者是中產 他們 不會說突然間上深圳打得牆骨 因為 因為 免得失事 寧願在香港打 所以 一至五 生意就不是很大影響 到了星期六日 他們說跌得很厲害 他們沒有一半那麼多了 因為平時 人們要在香港上班 翌日上9點 那你怎麼可能回深圳打骨呢 香港 例如吃夜飯 8點 9點 去打骨 打完那天11點 回家也還可以 到了星期六日 其實星期五就開始 生意已經跌了很多了 星期六日 以前是吃烏的 最好賺錢的三天 現在 都很難搞 令到 很多店舖 他們都說 錢就沒有什麼錢賺 以前也還有錢賺 除非有幾家大 他們自己買的 物業是自己買的 那就可能不用那麼大禍 如果要租舖的話 他們說未來可能 也會做不到 那麼大家也知道啦 做得Sonna 難道是善男順利嗎 也是有些背景人士啦 他們說現在很多人 都開始找不到吃 以往那些夜場 連一班出來逛那班都少了 為什麼 香港 夜生活越來越少了 找不到吃 自然他們都轉去北上發展啦 在大陸工作啦 不是在香港工作啦 他們說連古惑仔也笑了 新興大廈為例 整棟大廈 大家都知道啦 裡面有骨牆 有夜總會 有茶帽 有魚蛋黨 什麼都有 有酒店 一條路服務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說在新興大廈 他可以一個月不出來 聽起來你覺得是不是很好笑 一個月不出來 在裡面住一個月 一天就打骨 跳舞 吃飯 什麼東西在那裏倒球 什麼都倒 下面有麻雀館 他說 不用離開新興大廈 在那裏住一個月 現在 沒有了 少了很多客人 不是說沒有客人 是有 但是少 因為你也知道 出來走的也是一樣的嘛 老朋友上了大陸泡啊 你不是在香港泡嗎 所以 死火了 連古惑仔也少了很多 上了大陸 你知道古惑仔是說那些找到吃的那些 不是說那些 做爛頭出出來砍人的那些 那些 都是星期六天會上去大陸的 但是 現在有一群富貴一點的古惑仔 上了岸的那些 說我也是深圳玩 便宜很多 香港貴的 又貴又不好吃 所以呢 現在搞搞一下 香港的古惑仔沒有公開 是不是失業 到時要不要考警察呢 因為很多人未必 有案底的嘛 只要你沒有案底的 不如你洗底吧 或者不是洗底 索性你出去考警察 反正 又請不到人 你們又沒有事要做 轉行做警察就對了 反正都是同一個組織 香港的生意難做 現在再這樣下去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是 搞不定那個前景 現在那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 深圳可以提供到的場地 香港是提供不到的 而價錢只是香港的一半 那麼你想一下 那麼大對比 誰會留在香港呢 是不是 你打算在香港睡 不要指望了 很少可以在那裏睡 當然啦 現在可以的 為什麼 現在沒有人 床也沒有人睡了 你喜歡就在那裏睡 睡到第二天吧 但是 深圳就沒得睡了 因為 很爆 有人被迫在等候區睡覺 在大堂睡覺也有 沒有房子嘛 這種情況 長矢下去 香港骨牆可能要撿一半 是大那些 不是小那些 不是那些 樓上鋪幾百尺 放兩張床在那裏 坐在那裏 被你踢 或是捏腳 那些 其實是大受打擊的 因為 香港其實貴 還是比大陸貴很多的嘛 那麼 人家就在大陸玩了 飲飲食吃吃吃 捏腳 按摩才回來香港 其實還有很多行業 美容 收甲 然後 之前說是汽車美容 現在說是汽車美容 現在說是汽車美容 維修 香港也沒得做了 上了大陸 你想一下 再這樣搞下去 糟了 一路蕭條越來越壞 賺不到錢 炒人 炒人之後 那批人 又是失業 又是賺不到錢 更加節以縮成 變成 香港真的越來越縮 這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六部曲 現在主頻道和後備都沒有盈利的 我們要到10月5日 我們才有機會重新申請盈利 所以希望大家幫幫忙 我們現在 盡量堅持每日都有兩節Patreon獨家 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捧場 如果你加入了之後 其實可以看回之前的Patreon獨家 多謝大家捧場 拜拜